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东网点评 我是李思 台湾经济部日前发布的 7月工业生产指数连续6个月增长 其中制造业生产指数仓历年同期的新高 但制造业就业人数就连续6个月下滑 7月较去年同期 减少价就业机会超过3万个 为何制造业生产表现那么好 工作机会不增加反而减 而且减了3万多个 一起听听评论要分析 台湾工商时报评论文商 分析制造业生产指数数据 支出增长的主要就是电子零组件业 电脑电子产品业这两个组别 而传统产业除了药品、饮料、电力设备 和非金属矿物制品有轻微增长 其余21个行业阶情衰退 评论指出今年的总体经济状况 大概是有史以来最难描述的一年 如果说製造业景气已复苏 传统产业无人会同意 这分歧的走势对台湾当局而言 亦是个大难题 昔日景气起落 各行业走势一致 政府可以尋货币政策 以及财政政策加以调控 然而如今各行业走势分歧 有些过热有些过冷 政策如果不更加细致操作 不是火上加油就是雪上加霜 让经济社会陷入更混乱的局面 评论认为政府多次举债 已知疏困振兴 但面对如此两极化的产业景气 应该怎样做最适合的资源分配尤其重要 文章指出传统产业仍然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石 应该多多加以协助 简单一个原则就是 雪中送炭的事多做一点 感尚添花而徒然浪费预算的事就万不可为 好了 节目时间来到这儿 多谢收听